Hello 大家好 今次God 7的comeback song if you do 有沒有聽 真的很好聽 我很喜歡 而我很喜歡裡面的BAM BAM的一個makeup 所以今次都會做它的仿妝 希望大家喜歡啦 在Foundation方面 我會用Free Concert Eye的這支Waterful Foundation 首先在臉上點均勻 然後用掃掃開就可以了 之後到遮瑕了 我會用The Face Shop的這支Consealador 我會用膏狀的臉去遮瑕 塗在你需要遮瑕的地方 然後遮瑕就行了 黑眼圈方面會用這支Color Stick 塗在黑眼圈下面再遮 黑眼圈就不會太明顯了 到眉毛方面 我會用這支Media Eyebrow Pencil 輕輕地在眉毛上填上 所需要的顏色 不需要太深就行了 眼影就會用Can Make的Fall Shiny Eyes 我會用最深色的顏色塗在眼皮上 都是塗在接近眼尾附近的位置 之後混合開它 讓它自然一點就可以了 當然啦 下眼線的位置也要塗上 然後我會用韓國的Peli Pela 一個Tap Tap Eyeshadow 即是用它的Reddish Brown 顏色再塗在眼尾的位置 是負責加強深紅色的感覺 到眼線 Sanna就會用這支Play 101 Pencil 28號這個紅色的顏色 畫一條眼線 主要畫多一點在眼尾的地方 拿強一點它的紫紅色的感覺 之後再用這支Sanna Gel Liner 再畫一條眼線 注意啦 在尾部份也畫長一點 讓它有一點貓眼的感覺 看上去也比較漂亮 當然下眼線也要畫 這次要從眼頭開始畫 眼線要強力一點 眼線的部分 今次會用Innisfree Skinny Long Long Cara 首先要夾一下眼睫毛 先夾一下眼睫毛 夾好之後再用Mascara塗在上面 因為它很Skinny 很Long的緣故 不會太過誇張的 剛剛好 之後就是Contour的時間 也是用這盒Kate的粉絲 用深色的先塗一塗鼻的位置 留意BangBang的鼻膏也比較高 挺拔的 鼻當然也要放多一點粉絲 它臉也比較尖 我臉也比較圓 所以臉也要剩下一點點 臉珠燈和鼻涼的位置 也要加一點白色的粉絲 增加Shadow的感覺 唇 唇我會用直穿手的Loop Glass 塗在唇中間的位置 點完之後 再用手捲均勻 讓顏色自然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在唇中間的 唇中間的 唇中間的 唇中間的